AI教父黃仁勳今天上午出現在 北市內湖 輝達台灣分公司 他今天沒有穿招牌皮衣 而是穿著黑色夾克 在公司大廳和主管員工們拍照留念 沒多久就上樓開會 可能是因為下雨的關係 黃仁勳中午左右午餐時間 沒從大門離開 驅車前往敦化南路一段的懷舊餐廳 他也大方面對鏡頭 來聽他說了什麼 而另外大家也關心到底 這個AI超級電腦會落在哪一個縣市 黃仁勳只說了 他會需要是一個有充足電力的地方 才會來設置 那麼這個回音也引發了各界關注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